新北市行道与环保局于元宵夜晚联手于系纸一家民宅查获非法消息储存案件 总共查获了137支的校器钢瓶 这是政府于109年开始公告工业用校器为我国第一个关注化学物质以后 新北市查获数量最多的一次 经专案小组两个多月来的调查 锁定了一间名为耶稣气球馆的厂商 贩卖有多种口味的校器 如沙士、芒果、哈密瓜等口味可以供选择 并以稀的会由让人置身天堂的效果为噱头 在网路上招揽民众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后 发现31岁的肖姓男子 在民宅一楼的车库存放大量带出货 及使用完毕的钢瓶 清点后共有137支 全案移送环保署采除 最重可处30万的罚缓